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以下视频教程由后顿网顿友提供 收看高清版 请登陆后顿网论坛下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我是后顿网网友博兔 上一部分我们对选择区域的另外两个部分进行了详细的简介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对工作宣的工作宣的选择另一部分的另外两个工具进行一些讲解 可能这一部分的内容也比较多 因为今天已经是8月15号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暑假也过得差不多了 那么按照我的计划 大概我们这套视频教程在25个25节课左右 那么如果暑假一结束的话 那么我可能会没有时间再进行录制了 因为每一个视频从准备到录制 然后这个过程大概要花两到三到四个小时 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暑假一结束 那么我就没有这么长一段时间集中来做这个事情了 那么我现在就是这样一些可以放在一起讲的内容 我就尽量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讲解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充分的这样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充分利用剩下的暑假这段时间来把我们的视频录完 好 我们先从桌面上打开我们的PS 打开我存储的工作区 好 现在我们来讲解第一个 就是我们TOS工具下面的这个裁剪 裁剪工具 首先呢 我们来说一下裁剪工具是用来干嘛的 裁剪工具顾名思义 它就是从我们的图片里面裁剪出一部分 裁剪出我们所需要的一部分图片 好 我们现在打开一张图片 好 现在我们打开了一张图片 比如说我现在我需要这个车头这部分 那么我就可以利用裁剪工具 从这张图片里面把这个车头部分给裁剪出来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公共栏 它有什么线目 首先第一个是宽度 然后这边是个高度 然后还有个分辨率 然后这是像素的英寸 然后这个前面的图片 然后这个清除 那么它们是用来干嘛的呢 比如说我现在想裁剪出一张图片 那么你也可以对图片进行的大小 宽度高度还有分辨率进行设置 也可以不进行设置 如果你想裁剪 比如说我想 我是裁剪出来 然后我想把这部分裁剪出来 然后我是用来进行打印的 或者是说我要放在其他地方 然后我要放的那个地方 它的大小是有限的 那么我就必须对它的大小进行设定 然后我裁剪出来 然后才能够放进我所需要放进的空间里面 不然的话你裁剪出来大小不一样的话 那也比较麻烦 好 比如说我把它设为 这个50吧 宽度50高度40 那么我这个分辨率 这个分辨率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也可以 如果大家看到前面的视频的话 应该也会有印象 比如说我打开我这种图片的大小 打开图片大小有很多种方式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点击它呃 优质它的标题栏 然后我们打开图片大小 这个有个宽度高度 然后有分辨率 我们第一堂课也讲了 高度宽度分辨率 它们可以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它们代表就是打印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宽度高度 那么这个分辨率呢 也就是我们打印出来的时候 每厘米它所分辨分布的 这个限速点的多少 那么我如假如说我这张图片 我我裁剪啊 裁剪出来一个部分 我是用它来进行啊 我要把它印刷到报纸上 或者说其他的书房上面 那么我就把它设为50 然后40 然后分辨率的话 我设为20 那么啊 度电当位我们可以选择厘米 好 我现在对它进行裁剪 我就裁剪输入这一部分吧 确定的话 你可以啊 大家看到这这这一块有一个 有两个图标啊 这个图标呢 就是确定 我们点击一下 那么我们就完成了裁剪 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 我们也可以按我们的 我们的键盘的这个数字 数字啊 数字键盘 也就是我们的最右边的那一小块 的 它的 右下端有一个回射键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小键盘 下面的回射键 按一下 好 这一块就被我们给 被我们给裁剪出来了 我们当然了 刚才啊 刚才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也就是撤销的意思 取消当前裁剪操作 我们也可以按 我们可以按图标 按这个图标 我们也可以按我们的键盘的左上端的 那个退出键 也就是那个ESC 我们按一下 那么也退出来了 也就取消了当前这个操作 这个裁剪的操作 好 我们裁剪一下 然后我按确定 我现在观看一下它的大小 大家看到 大小是50 框 50 高40 20 我们设定的是一样的 好 我们继续看 它的右边有个前面的图像 那么前面的图像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回到最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像大小 它的宽度是25.47 然后高度是19.93 然后分辨率是300 那么我要对它进行裁剪 那么我先我点一下这个前面的图像 大家看到 现在它就是跟我们这个所要操作的圆图 它的宽度高度 然后还有分辨率都是一样的了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点前面这个图像呢 也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我要点击前面的图像呢 我点击前面这个图像 我是为了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呢 比如说我要裁剪出一个图片 那么我不想破坏它的这个 我想让它保持宽度高度 打印出来的宽度高度 跟原来的这个原图的图像是一样的 然后限速点分布呢 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来设定 就可以使用这个前面的图像这个按钮 将前面的这个宽度高度以及分辨率呢 做我们的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 这样我们就不会乱 好 右边是个清除 比如说大家注意观察 我按一下清除键 那么我们前面的这些设定啊 我们前面所引入来的原图的这些数据呢 啊就被清除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自行设定了 好 我们再看 当我 当我裁剪啊 这一部分的时候 大家看到啊 这里有一个 删除 然后还有一个隐藏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先来把右边这部分先剪解了 然后我再剪解这一部分 好 首先这一个屏蔽 屏蔽啊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啊 大家可以通过观察可以看到 我所宽选出来的啊 也就是我要裁剪的这一部分 它的亮度明显要比它的周围要高一些 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意思就是说相当于在我们的啊 这个屏蔽的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的所选择区域的其他 其他部分 用于一个黑色的支照 也就是啊 一个黑色的支照 啊 将它给遮起来 这样的话 啊 就图片里面的这一部分 跟外面的 它的这个亮度不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利于我们对 我们所需要裁剪的这一部分进行观察 那么平啊 用来平壁的颜色 我们也可以选选定 比如说我选红色 这时候就是一个红色的支照 那么我再选其他颜色 也是这样的嘛 那么我们一般啊 也是选黑色 这样的话看起来啊舒服一些 有利于我们观察 当然它遮照的透明度 你可以设定 比如说百分之百的话 那么就完全遮住了 是吧 百分之六十二的话啊 就可以看到 我一般也不是 我全部遮住 因为你啊 大家看到它四边有四个解控点 因为你啊 一次裁剪出来的大小 有的时候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样我们就会对它进行拖动 比如说我先裁剪这个 这个我我本来是打算裁剪出 我这个车头是吧 现在我拖出来的部分 下面这个车头明显被 没有被我完全给啊 这个裁剪出来 那么如果我使用啊 一百的那个折兆的话 那我要拖啊 我的拖的拖的力度 也就是我要拖多大 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利于我观察 那么我要是设为 本子六十多的那个分辨率 透明度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很容易 观察到我要拖多大 我要拖 我拖的范围要拖多大 才能够把这个车头 给完全的裁剪出来 好 这边有一个透视 那么透视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 啊 比如说他这个 他的四周有 一二三 三六七 有八个节点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当我们的鼠标 移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对他进行拖动 从而改变他的 这个大小 以及形状 当我们在这个角度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个角度的时候 我们就会 我们在拖 拖动的时候 那么我们所选择的区域 就会以中间这一个 这个中 以这个为中心点 围绕它进行旋转 那么这个就是上下 这个是左右 当我们按住 拖动的时候 按住shift 然后我再按住 按住我的 按住shift的同时 再按住l键 那么这时候 你拖动的时候 它就是 以中心为 以这个为中心点 然后长和和宽 都是等比率的 等比率的进行变动 等比率进行变动 如果你单独按住h键的话 那么它就是 以这个点 进行变动 你单独按住l键的话 那么 它就是这样的 一个上下的变化 那么这个 不同的键的组合 它的变化的 这个形状呢 我们 也会在以后的 那个讲 自己变化的时候 我进行显示的简介 好 我取消一下 我再裁剪一下 随便裁剪一出 也有块区域 好 大家看到 这一个透视 那么透视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比如说 当我点击一下的时候 那么我 这时候 我的中心点 就从这里 从这里 向上进行了偏移 那么 点击透视 它的作用就相当于 我们 在进行自己变化的时候 在进行自己变化的时候 它的 这个扭曲 比如说 当我的鼠标 到我的节点上的时候 大家发现 它的 这个光标 是发生了改变 那么我就可以单独 对每一个点的位置 进行设定 进行设定之后 那么 我们的这个图像 就会出现一定的扭曲 这就相当于我们的 自由变化里面的扭曲效果 比如说 我按下小键盘 那么就把它裁剪出来了 这是我们裁剪出来的图片 它是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的 这也是为了配合一定的 这个效果要求 一般的话 我们也不 一般的进行裁剪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会用 不会用到这个东西的 好 这就是刚才那个 这个透视的 它的功能 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一边 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 比如说当我们 我的桌面上 只有一块图片的时候 只有一个图片的时候 那么它 事情视为灰色 于是我们并不能选取 它们进行操作 那么 当我再重新打开 不是 当我的图层 具有多个的时候 那么它就可以进行 选择操作了 比如说我新建个图层 然后我再打开一张图片 打开什么图片呢 那么我就 随便从我的这个电脑上 找一张图片吧 不是说我把这个图片打开 然后我通过移动工具 这个移动工具呢 由于它也是在这一部分 但是我现在不对它进行简解 以后我们再剪图层的时候 我们再讲 因为它主要还是应用于我们的图层 那么我对它这里面的内容 进行图 那么 我把它拖进来 好 现在我的这张图片啊 里面它就有两个 有两个图片了 那么我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了我们可以通过看球加T进行自由变化 把它拖大一点 好 这是我再进行裁剪 我还是要裁剪 我裁剪这一块区域 那么我用裁剪工具 当我拖出一块区域的时候 大家看到 这一部分现在出来了 也就是说 我可以对它 选取它们 对我的裁剪区域进行一些操作了 好 首先看一下 这个删除 删除是什么意思呢 删除的话 那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宽全出来的 这块区域就是我们所要裁剪的区域 那么它的外面这些区域呢 如果我们点删除的话 那么它就会对它进行全部删除了 所以我们 等一下 这时候我要是对它的图层啊 我进行变化的时候 大家看到 我再打开原图 大家看到原图的下面这个淘明音乐 淘明音乐呢 下面的这个英文字母啊 已经被我们裁剪掉了 也就没有了 好 也就是说 要是你选择删除的话 那么它就会对我们所裁剪区域以外的其他图片的内容 进行丢弃 进行删除 那么 好 我撤销一下 撤销一下 我再把它拖大 好 我再选择 另外一个 我再选择 我再选择这个隐藏 那么隐藏的意思呢 是 它 只是 比如说我们当我们点确定的时候 也就是对它进行剪裁的时候 进行剪裁操作之后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隐藏的嘛 它的 除了这一块被 啊 我们要裁剪出来的区域之外的 其他的地方 啊 这个图层呢 它的 卡内容 它并不会像我们刚才一样啊 对它进行删除 它只是把它隐藏起来了 比如说我 点确定 那么 我再用 我的移动工具 对这个图层 我进行一下移动 大家看到 上面 上面的内容 我们刚才啊 裁剪区域之外的内容 它还是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 我们原图的这个淘米音乐 是吧 它现在有了 那么它就是这个意思 啊 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我也不讲 也不讲多了 啊 为了节省时间 也不讲多了 大家可以自己操作一下 体会一下 它的这个功能是 是怎样的 好 这一个功能 我们也基本上 讲完了 当然 你 我们刚才说了 确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点这里 也可以让我们的小键盘的 回键键 我们也可以通过U字 然后点一下 U字 右键 然后选择裁剪 那么也同样完成了 我们裁剪的工作 当然 等这个取消的话 那么也就是取消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裁剪工具 比较简单 好 现在我们来捡一下 我们的距离 主要是捡一下 我们这个切片工具 因为我们现在 主要是拿PS来进行网页设计 而进行网页设计的时候 那么 我们就会用到这些工具 当然这个裁剪工具 PS里面有 然后我们的Fireworks里面也会有 每个的工具 它的具体设定 它是存在区别的 靠我们 说我们在进行切片的时候 对我们的图片镜切片的时候 所以你 你想 看你自己的 实 的实 的实 好吧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的 在进行 我们的这个 负责 负责网页布局 这一块的工作人员 要对网页进行布局的话 那么他就会 需要一些素材 比如说一些图片 还有一些按钮 那些图片的话 那么我们 我们就会 应用到我们的这个网页设计师 他给 通过PS 给我们设计出来一个网页布局 那么 上面就会包括我们的这个 每一块的具体布局 然后还有里面的一些图片 那么我们要布局的话 就必须把图片给裁剪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把图片裁剪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就方便于我们 这样的话就会提高我们的这个传输速率 我们在打开网页 在进行下载的时候 那么它的速度也会提高 因为一个完整的图片 你不得不得进去裁剪的话 那么它的 它的 就会很大 那么你在下载的时候 那么就会比 就会比较慢 同时呢 我们在进行网页布局的时候 也会需要一些图片素材 我们也需要从我们的 这个网页布局师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网页设计 这个草案里面呢 这个图片里面呢 把那个素材给裁剪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PS的主要 我们用PS的主要 这个裁剪功能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为了把我们的 主要是为了把我们的所需的素材 再给裁剪出来 然后把图片裁剪 裁剪小一点 好 现在我来打开一张 打开一张这个网页的图片 我对它进行放大一点 再放小点 假如说这就是一张我们的这个 网页设计师给我们提供的一张 这个草图 那么我们如果要在我们的这个电脑上 不是在我们的 如果我们的这个负责布局这块的工作的人员 要是要是想布局出这样的一个网页的话 那么他肯定是要对这个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图片我们需要 那么我们就把它给裁剪出来 然后这个图标呢 我们也需要把它给裁剪出来 然后这个文字内容呢 我们一般是不用裁剪的 除非一些很具有特效的一些文字 那么由于我们的这个 在进行网页布局的时候 我们的字体呢 为了达到这个特效 那么我们就是 由于每个人的电脑 他所装的字体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字体 那么并不是每个人的 他的电脑上都会有的话 有的 如果你的布局是 布局是我们的电脑上有 你用这个 把字体设为这个 然后把这个打出来 然后效果就出现了 但是其他的电脑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用户电脑 他并没有这个字体的话 那么他把网页下载出来 下载下来 然后由于没有这个字体 那么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对一些很艺术性的 这个不是常见的 这个字体的话 这个文字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给裁剪出来 做图片 布局到我们的网页上面去 一般裁剪的内容呢 就是图片 然后还有一些图标 一些特别图标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文字 我们把它进行裁剪出来 然后其他的这一个部分呢 这个文字部分呢 我们可以布局出来的 那我们就不对它进行裁剪 那么为了节省时间呢 那么我就不会按按按按照这个很正规的 这样的一个网页布局的要求来进行裁剪了 我们去主要是主要是检几下它的功能 那么具体时间裁剪 大家以后要是要是要用到这个工具的话 那么才进行裁剪了 好我们首先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裁剪工具 它下面有一个小的这个三角形 那么它就是代表里面还有其他的工具 比如说这个 当然这个呢就是用来进行裁剪的 相当于相当于把刀 那么这个呢它上面有个小针头 这个就是用来对切片进行选取的 好我现在随便切一块区域出来 好大家现在看到 现在我的这个 这是我裁剪出来的一个切片 然后其他的 它也会是我们会自动帮我们生成的一些切片 比如说这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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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自动的帮我们把 其他的为进行裁剪的这个区域 根据我们的这个边框的位置来进行填充 比如说这一块 那么它这里剪一块这一块这一块 然后上面一块 它会根据我们的这一块的形状 位置来进行自动的填充 那么我来现在剪一下 我们切片的类型 我们切片呢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用户切片 那么什么是用户切片 用户切片也就是我刚才啊通过我的切片刀啊 切片出来的这个啊 这个这一块这一块区域 也就是这个就是叫做我们的用户切片 也很好理解 用户切片也就是我们用户创建出来的 我们用户创建出来的也就是我们所需要裁券出来的 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块啊 这一块区域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系统帮我们自动创建的一个啊 这个切片 那个这个切片呢就叫做比如说这一块这一块 还有我们下面这块还有这里面的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啊 这个叫做自动切片 我们的系统会自动的帮我们啊就对它进行填充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基于图层切片 什么叫基于图层切片呢 好 我先 缩小一下 我打被打 将它缩小一下 我打开一张啊 我新建一个图片 新建一个图片 新建一个图片 然后我再打开一张图片 还是这个 导致风 然后我由于移动工具把它拖进来 我 嗯 把它缩小一点 再缩小一点 好 就这么大吧 那么 我这个 汽车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图层一上面 什么叫基于图层的切片呢 我现在用切片工具 我点啊 我 我的图像 不是我的图层 下面找到新建基于图层的切片 好我点一下 这个时候它会基于我的图层 新建出一个图片 啊 我还是 刚才的时候把它再放小一点吧 我 撤下一步 把它放小一点 再小一点 我再重新点图层 新建基于图层的切片 好 这个时候它就帮我 啊 新建出了一个切片 那么这个切片呢 就叫做这个3 它的名字 它的细号叫3 细号是3 啊 这个切片呢 就是我们的 啊 新建的一个基于图层的切片 那么它跟我们的用户切片 还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用户切片也是我们用户创建的是吧 那这个也是我 也所要创建的 那么 比如说当我移动我的这个 这个 这个图片的时候 大家看到 我的这个切片的位置啊 它会自动跟上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基于图层 创建切片的 它的一个特殊性 与我们的这个用户切片的一个特殊性 啊 不同的地方 啊 不多点了 我们再打开我们的这个 这个 网页 好我们再看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切片的三个类型 第一个就是自动 自动切片 第二个就是拥护切片 第三个就是基于图层的切片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共栏上面有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第一个 仓照 啊不是央视 央视 央视第一个是正常 正常的也就是说我们啊这个切片的大小啊 我现在把这个所有刚才的切片全部清除一下 清除切片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视图下面的这个 这个 清除切片 那么清除切片上面是个这个锁定切片呢 锁定切片 如果你点这个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 我们就不能够 比如我们选择这个 选择切片的大小 那么我们就 不能够对它啊进行操作了 因为我们把它锁定了是吧 我们就不能对切片再进行操作了 好我们用这个视图下面的这个 把它解锁 然后我们才能够对它进行清除操作 好清除一下 比如说下面的这个固定长宽比 那么如果把它设为 这个宽度设为i 然后高度设为1 那么它就是不管你怎么切 你的切片 不管你怎么拖动 它的长宽比 都是一个i比1的一个比例 那么我们切出来的这个切片呢 它的长宽比 它的宽度与高度比 就是i比1的一个比例 这个很容易理解 然后我在想这个固定大小呢 固定大小也就是说你 比如说我想切出一个 宽64高64的一个切片 那么我这里面点一下 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 那么它就会出了一个 宽64高64的这么一个切片 也就是说我们的切片呢 它的宽度高度已经固定了 一般我们也不会用这个东西 因为因为这个切片的整类啊 切片我们所学说 我们所学切出来的这个素材的图片呢 它的这个宽度大小 是一般都是不会是一样的 除非啊 除非说除非比 除非说 除非说你啊 你拖动的时候 你拖动的时候 你怕你的这个操作 操作的力度 你掌控不好 那么这样的话 你你说你怕你切出来的时候 切出来这个东西 它的大小不符合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你可以先通过一些工具 比如说我们的QQ的这个截图工具 我们把它啊 这个掉出来 然后我们啊 动点一下 动一下 看到它的啊 长度宽度 是它的高度 宽度是多少 然后你再设定一下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点一下 那么就可以选定它的 就可以比较真确的 比较精确的选定 那么一般呢 我们也没这个必要啊 为什么说没这个必要呢 比如说我 我先选择正常 比如说我在这里 我截选截选下 现在我截的有点大了 那么我可以通过选择 我的这个选择工具 那么 要啊 选出这个选择工具呢 那么 哦 当我们的这个 移动过来的时候 它已经变过这个选择工具了 也可以通过这里选 那么也可以通过按住我们的Ctrl键 这时候大家看到 两个工具进行了切换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对它的边缘器 通过调节它的这个极空点啊 拖动这个极空点 我们可以调节它的大小 虽然太小了 你不 曝光啥的话 你对可以对这个区域 对它进行放大 这个时候你再拖的话 那么就看得清楚一些 好 这样的话就一个啊 就比较容易选择出一块 我们 嗯 所需要的这个区域 我清楚一下 缩小 好 我再随便拖一块 然后下面的这个固定大小 这个我们也讲解了 那么这个 什么叫基于参考线的切片呢 基于参考线的切片 那么我先对它进行清除 参考线我们上一部分也讲了 参考线主要是应用来 主要是用来定位的 比如说我们 通过安住砍却 然后再按我们的按一键 这样我们就调出了标识 我们再通过我们的移动工具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拖出来 拖出很多的 很多条参考线 这样方便于我们定位 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区域给截出来 那么我就 先拖一个 拖一条 拖一条 我放这里 然后我再拖一条放这里 那么这样的话 就比较 能够比较精确的 把这一块跟这一块 一次性给截出来 比如说我要去 啊 讲错了 把它截出来的话 我们上次给你讲了 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参考线呢 它具有一定的 这个支付功能 到我们 在进行切线的时候 当我们 这个 大家看到我拖出来这个区域 它的一个边框 那个虚项边框的 不论是当接近于我们的参考线的时候 它会自动吸附到下面来 那么这样的话 就方便于我们 很近 比较精确的 把我们所需要的这块区域呢 给我们给裁剪出来 那你也可以拖动出很多的这样的参考线 比如说我要截取这个图标 那么我就要拖四条 通过四条把它这个区域给围出来 那我们在裁剪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 自动吸附到这个四条参考线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所需要的给裁剪出来 一般呢 我们也不会用这个 一般 也不会用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 如果一块区域裁剪出来 如果我们觉得不怎么精确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放大 然后 通过放大 然后这样的就关于我们 便于我们 对它的节点进行拖动 然后从来选出 选出我们的 精确的选出我们的所需要的这块区域 我清除一下 参考线也对它进行清除 好 我给它缩小一下 把这个标识也清除 Country加2 好 我们再讲下面的 它里面的这个选择工具 选择工具呢 顾名思义啊 就是对我们的这个 所切出来的这个 切片进行选择 然后选择到了 然后我们再进行操作 因为我们 一般的话 要 如果一张 一 一个网页 如果它的 里面的素材很多的话 那么你要切除很多的切片 这样的话 你要对某一个切片进行操作的话呢 那么你就必须对它进行选择 比如说我切除 我随便切除几个 比如说我要对这个进行操作的话 有的时候 当你一进来 因为 那时候 它的那个 它的这个 啊 当然 当前的 这个当前 当前的这个切片的时候 当我们的这个 啊 光标移动到这个区域里面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 变成我们的这个选择的 切片选择工具 啊 如果不是 不是当前所选择到的 这个 切片的话呢 你就必须切换 到我们的这个 工 我们的这个 切片选择工具了 刚才也说了 我们也可以通过按照看确件啊 这边它就自动变成了我们的 切片选择工具 那么也把这个 把这个切片给选择到了 但是它跟我们 这样 啊 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所选出来的 我们的选择工具的差别就是 我们的公共能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 我 我现在在 回到我们的这个切片工具 我再随便切一个 是吧 然后 我再 啊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吧 我不再随便切一个 这时候你按照看确件 按照看确件 我选择这个 大家发现了 我的这个公共能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样的话 我一些属性设定就无法进行了 那么 如果你不是要对它属性进行改变的话 那么 你就可以通过按照看确件的方式来选择 如果你要进行改变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哈 用这个东西来选择 好 大家我看到 首先呢 是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对它的这个图层的 啊 对它的 啊 这个存储的 这个堆叠的 顺序 啊 进行一些改变 因为我们这个 切除很多的切片的时候 有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切片 它会发生一些重叠 如果发生重叠的话 它会 它会发生怎样的情况 比如说 我选择这块 我把它拖动 然后拖到这块 你看 当它发生重叠的时候 它的 它就会根据我们的这 原来这一块 啊 自动给我们生成 一块 生成两个 把原来这个 给切成了两 两 两个切片了 三和五 这样的话 你在继续保存的时候 那么 输出来 保存之后 输出来的那个图片就 啊 它就只有这两块了 那么就不是我们原来所结出来的另一块了 这样 这样的话 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了 这样的话 可以通过 比如说我选这个 我把它置于底 啊 把它 这个置于底 底层 那么 原来的那一块呢 它就 原来的那一块呢 它就没有 被我们 系统自动给切成两块了 当然下面这块 它也 它也被我们切成两块了 这个是向前一层 然后这个是向后一层 所以呢 我们根据这个 我们也要 要 要吸取一下教训 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切片的时候 尽量不要把我们的切片给重叠堆在一起 这样的 因为你没没这个必要是吧 我要裁剪出这块 那我就把这个裁剪出来 然后这块呢 我就可以这样裁剪 没必要把这个 这样的一个区域把它裁剪到两个切片里面去 以为这个必要 那么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切片的内容比较多 那么我就调重要的 啊 进行显示讲解 那么不重要的话 那我就不讲这么多了 啊 我再选一块 提升 比如说我选的最快 那么这个提升它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到它弹出来这个提升是 将自动 或者是图层切片啊 这种提升我们的用户切片 因为如果说我们系统给我们自动创建出来的 这个 这个自动切片 比如说这一块啊 我们也想要 那么我就可以把它提升为 啊 这个 把它 选中之后 我们可以它进大 啊 将它提升为我们用户切片 这时候大家看到它的续号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啊 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 在对切片进行输出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自动切片也输出出来 你要是把自动切片都输出出来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图片就 就会很多 我们所乘取的这个切片 比如说我现在对它进行输出文件 点这个选择 选择乘取为web或者是设备所用格式 点一下 那么里面的具体的这些设定呢 我现在不讲 等一下再讲 然后点存储 然后点这个网页保存 好 这时候我们桌面上就会生成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它是以我们的啊 这个html 一个这个样的格式来存储的 也就是存储为一个网页形式 我们双击 那么就可以通过浏览器打开 因为它是存储为.html 也就是把它存储为网页的 那么这是我们 存储出来的 啊 这个这个图片呢 它就是一个网页 那大家我 我现在点的这个去呢 就是我刚才所裁剪出来的一个切片 但是还是还有其他切片 比如说点点这里啊 那么它就出来了 好 它上面啊 帮我们创建了一个文件夹 叫做images images 然后里面呢 就保存了我们所切出来的那些图片 大概大家看到现在里面的图片很多是吧 那么我刚才的用户切片呢 也也就几个 也就是我所要切出来的那个区域呢 才几个是吧 也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也就是七 才七个我所要所需要的这个区域的图片 那现在呢 它给我自动模式生成了这个二十一个 那么有很多就是我不需要的 那不需要的它给我生成那么多 那我在用图片的时候我就难找是吧 所以我们就会想选择这个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个 等一下 那么就把我们这个不需要的这个自动生成的这个切片 就把它给隐藏了 这个时候我们在进行输出 好 撤销一下 这是我们在对它进行输出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啊 在对它进行设定的时候呢 那么我也好观察一些是吧 那些自动生成的 那么我就不用对它进去设定了 确定 哦 好 不好意思啊 说错了 它还是会帮我们生成那么多 哦 只不过是还是 它的唯一好处呢 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我们对它进行存储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方便于我们在啊 这里对它进行具体的设定 由于这个切片的这个知识比较多 那么我我也比较容易混淆 啊 说错了啊 有些地方讲错了 还希望大家能够念解 好 这就是刚才那个 自动隐藏 隐藏我们的切片 所以呢 我刚啊 那么我刚才的那个提升 也就是我选择一个自动切片 我要把它提升为 如果我还是 我要需要这个区域的图片的话 那么我就 这个素材的话呢 我就把它提升为啊 我的用户切片 那么我就可以在我的这个储存的时候 储存的时候 储存的时候 对它进行具体的设定 然后我们再看右边 右边这一个是什么呢 啊 右边这个是划分 划分的意思 也就是说将我们的图片啊 将我们的一个一个切片 对它进行划分 啊 我先把其他的先给清除掉 我在 我在用我的这个切片工具 我切一个区域出来 那么我再 切换到我们的切片选择工具 把它选择到 然后大家看到 现在就出现了 我们公共栏上就出现了 我们的这个 发 划分的这个按钮 我按一下 那么就弹出了这个面板 它的有两个区域 一个区域就是水平划分为 水平划分 划分为呢 顾名思义啊 就是说将它进行水平划分 比如说它下面有这个数值的设例 比如说当我把设为爱的话 那么它就帮我们从水平方向 啊 拉出了铁线 通过把我们的这个 啊 这个一个大的这个切片 分成了两块小的了 那我再设多一点 比如说 设成三个啊 划分成三个 那么它就 帮我们划分成了三个 啊 数值你当你设的很大的时候 那么 比如说你设的很大 比如说我设为这个十爱 是吧 十爱个 啊 当我设为十爱的时候 那么 大家看到 啊 它是基于原来的那个划分的 那么我就必须把它撤销一下 因为原来有三个了是吧 那么我再 再把这个三个 啊 给它划为十爱个 那么它的这个就 就生成是五个 那么如果 啊 那么我就需要对它进行一些撤销了 比如说它也是一个圆 一个这个 很大的一个区域 那么我要把它换为十个 哦 不是了 刚才是十个啊 只是它的那个序号 刚才是序号 不啊 不是个数 我看错了 啊 那么三到十三 就是十个 大家啊 从我们的这个这样啊 直接观察过去 大家看到 好像 似乎啊 似乎每一个的大小呢 啊 它是一样的 似乎每一个大小是一样的 其实呢 有的时候它也并不是一样大的 因为 你把啊 比如说一块区域是吧 它的高是这个 嗯 高是一百 那么 框是一百 你把它设为 十个 哦 我们以个数来进行计量的话 那么 它可以将它啊 啊 划分出 你所需要的 比如说我十个 那么它可以把它 平均的 啊 把它画成一个 平均大小都是一样的 平均的画成十个 那么每个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啊 这样还是可以画出来的 那么 我们下面这个呢 啊 下面如果我 啊 设定通过设这个数值 啊 要画出每一个它的这个 宽度高度都是一样大小的 啊 这样的切片的话 那么就有的时候就做不到了 啊 别我把它设为S 啊 这样的话就会做不到啊 肉眼看去我们是看不出来的 比如说这块好像比它的上面的这个就要小一些 因为我们的总共大小比如说才这个50是吧 你要把它每个都 比如说我23是吧 每一个都要23的话 那么它没有这么 没有没有这么我们的高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的 没这么的像素的话 那么我就不能够平均的把它切出来了 那么这这个时候呢 它会把最后一个就会设小一点 大家现在观察一下可以看到 最后一个明显比它上一个的那个像素点就会少一些 啊 也就是我们在切出我们所需要的像素大小的时候 啊 你在进行设定的时候 如果 啊 在某些数值 某些数值 的像素点 你把某一个地区 每个区域的像素点设为一个数值的话 如果那个啊 你的总的大小没有那么多 那么你就没办法啊 均匀的切出我们所需要的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切片了 它啊 我们的系统PS系统会自动的把最后一个的的这个像素点进行减少 进行减少 从而保证我们前面的这些 从而保证我们前面这些有足够的像素点进行分配 从而啊 切出啊 保证它们是大小相大小大小相同的 然后最后一个呢 我们就 系统就会对它的像素点进行减少 从而保证上面的 啊 这就是它的啊 这个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一点 注意的一个点 好 我再划分 下面是随着发分 随着发分的跟上面的划分是一样的 它只是只不过方向不一样 比如发分两个 那么它就是 从这个数 从我们数的方向 把它切成两个了 那么至于至于这个 具体的这个数值设定呢 那么跟上面是一样的 那么我就不进行讲解了 那么这个预览呢 我们点一下 那么它就不进行预览了 这个很容易解 不剪了 好 点确定 然后我们继续剪 右边的这个 这些部分 啊 这个就是 对它进行排列 是吧 这个我们也非常熟悉 是吧 看这个图别也非常熟悉 在我们的word 或者是我们的 其他一些软件的时候 也会看到这个图标 它什么意思呢 啊 我对它进行 我 我再切出一个 我按住Ctrl 切换到我们的这个切片工具 我再切片切 我再 在这个位置切出一个片 那比如说我把他们这个两个同时选择到 同时选择到呢 按住按住Shift的键 再点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两个就选择到了 按住Shift的键 点 其他的 那么就也可以把其他的选择到 Shift的键也就是一般都是增加的意思 好 当我选择到两个的时候 大家看到 啊 这两 这左右 啊 这这几个 这六个图标呢 那么它就有灰色 变为了一个深黑色 深灰色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它代表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操作了 好 我们首先第一个顶对器 点一下 好 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给拖上来了 啊 以这个刷面 以刷面 以刷面的这个 啊 以刷面的这个切片的这个顶部的啊 这些像 做一个迹象 啊 将它们两个进行对齐 但这个时候 你看大家 大家看到它就重叠了 是吧 重叠的时候呢 我们的PS会自动 啊 把这个 把它这个自动 再增加了一个区域 把它切开了 这个 把它切成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区域 然后增一个区域 所以呢 这个 用这个 对齐的话 也不好 那我还不如啊 直接进行拖动 是吧 我还不如直接把它 啊 我单独 我还不如单独选择这个 然后我对它进行拖动 拖动之后啊 如果比如说我把它拖到这里啊 这里的时候 把它拖到这里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键盘的上下键 上下左右键 来对它进行微调 这样的话 比较精确些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大一些 是吧 然后再按我们的键盘的上下键 啊 这样对齐 这样对齐的话啊 就不会发生我们的重叠这个现象了 当然 这样这样先比 先对比于我们的 啊 先比先比于我们通过 我们的这个图标 这个 PS自动的对齐这个功能呢 是吧 当然呢 它的操作步骤是要多一些 如果使用一些 是吧 啊 这个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好 那我们再讲一遍这个 选了一个 那么其他的大家应该也会知道了 这个是最终对齐 那么他会怎样呢 等一下 啊 他就会把它们 啊 进行了按中间这条线 我们在他的这个节点 中间的节点 拉条线的话 那么 拉条线 拉条参考线 那么他就是以这条线呢 为中心 进行这个对齐了 啊 这个很容易理解 我也不多讲是吧 然后 我再 我再 然后我再选择其他的区域 那么我再对他进行操作 好 我们想讲 右边这个 啊 右边这个 看它的提示 它是底对齐 那么它就会 以下面这一个 下面这一个 切片 拿到下面这条线 比如说我拉条参考线 这个时候它就会以这条线为基准 将它对进对齐 没有点一下 是吧 这个很容易理解 不多讲 然后这边呢 就是以左边的左对齐 它就会以这条线 拉出来 它会去以这个边缘 跳进对齐 然后呢 这个中间呢 那么它就会以它们 它就会以我们这个大线线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这个节点呢 我再把它选择出来 我再把它选择出来 电脑运行语学吗 电脑有些吗 我先把它关闭 好 我再用我的切片选择工具 把它选择出来 那么 中间对齐呢 看就会跟刚才那个差不多 以中间这个 这么一条线 以中间这么一条线 把那个对齐 然后 再撤销 然后这边呢 就是左对齐 那么肯定就是以这条线 以这条线 对齐 大家看到它就对齐了 那么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那么我也不进行多减了 不进行多减了 不进行多减了 然后这些大家看到这边啊 这个是不可用的 那么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呢 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呢 我先啊 进行一下清除 我再 切换道切片工具 我切出三个 好 好 这个 这个时候我把它同时进行选择 按照切捕键 把同时进行选择 把它同时选择到 好 大家看到现在啊 这个刚才隐藏的那个区域 刚才隐藏的那个六个六个图标 它现在变为了深灰色 也就是可以 也就是可以用了 也就是说我们要 要想应用这几个功能的话 必须我们的切片是三个 或者是三个以上的数量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运用 也就是说它是对多个啊 对切片的数量大于等于三的时候 才能够进行的切片的个数进行操作 那么它的意思呢 它的这个意思啊 是一样的 啊意思差不多 效果啊 这个搞出来的效果呢 也也差不多 那么我还是啊 减一下吧 那么我先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按顶分布 那我点一下 那么它就会 根据它的顶端的这个位置 对它进行一个均匀的分布 比如说啊 我用我的QQ这个截图人家来解决一下 那么大家看到现在的这个区域 那我 它就会根据啊 这个顶端这个项 比如说这条项 然后这一条项 然后这一条项 我先 我先拉出三条参考项 这样的话大家看到明显一点 我拉出一条参考项 让我再拉出一条参考项 让我用QQ截图 把这个区域给截一下 好 现在大家观察 我刚才拉出的这两条参考项 一条呢 是这条 一条是这条 那么它会根据啊 这三条 根据这三条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平均的分布 啊 就是平均的分布 就这个意思 啊 这个具体的效果呢 大家在进行这个布局的时候 大家可以自己操作一下 这个是 这是锤子之中分布 这个是其他的分布 那么 我不进行多讲了 因为这个很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的内容比较多 那么我为了节省时间 那些比较简单的 或者说这些东西 我们根本就平时不会怎么用的 那么我就 不进行详细简解 比如说这个 这些排列的这些啊 这些功能 是吧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完全可以通过我们单独的拖动 对它进行排列 然后我们按上 下方的上下键 进行对它进行微调 这样的话 就不会发生成立的现象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 来进行进行排列 那么 我们一般不会用这个图标 那么我就不对它进行详细简解 好 这一块是什么呢 这块就是切片选项 我们可以对切片的属性进行一些设定 那么这个画面太杂乱了 我清除一下 我用窗口 我试图清除切片 然后我用一个东西把 好 我再通过试图把参考线给 把我们的参考线也全部清除 好 我再随便拖出一个 随便切一个出来 切个出来 这个时候我再切换到我的切片选项的工具 好 我点一下 这样就会打开一个切片选项面板 切片选项面板呢 主要是对我们的切片的一些属性进行设定 打开我们的切片选项面板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通过点我们的图标 这个 第二个方法呢 通过右字 这样的话也可以 打开我们的切片选项 那么它的这个文字呢 就是编辑切片选项 好 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切片选项面板 好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第二个叫做切片类型 切片类型有无图像还有图像 这个表 这个表呢 它一般是不可用的 因为 我们在网页布局的时候 一般也很少用到表 这个 也是我们的HTML标签 Table标签 我们一般也现在都是用DIV标签的时候 这个Table标签呢 我们一般也不用了 那么 我也不对它进行前期的讲解 那么下面是一个无图像的图像 那么是什么 什么时候用这个用这个无图像呢 啊 比如说我这个区域 比如说我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它主要是一些文字是吧 那么是一些文字呢 那么我就没必要啊 没必要对它进行切片 啊没必要 也不是说没必要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所有的区域啊 很多块都给切出来 最后切出来呢 主要是主要是我不把它 不把它啊 设为图片 现在的话 我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点啊 我选择编辑 这个编辑的切片 选项 然后点击这个无图像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下面的这个文本框里面啊 输入一些HTML文本啊 一些HTML文本 我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打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后盾网 是吧 是吧 那么我 在点确定的时候 那么我把它进行舒适的时候 如果我们将这个网页 用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Gmailweaver把它打开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文字 啊 比如说我来试一下吧 不知道大家啊 学学了这个Gmailweaver没有啊 不过没关系 我只是演示一下大概意思 啊 一般啊 在后动网进学习的这个朋友 应该也学了是吧 应该也学了 因为我的这个电脑是配置不是很高 那么肯定会有些有些卡 我现在打开Gmailweaver 有些帽啊 希望大家能够有点耐心 如果你觉得这个一个视频简单内容太多了 或者是时间太长了 那么你可以分开两次看 这也是一样的 希望大家能够练集一下 我点打开 然后 桌面 啊 由于我这个是 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没钱的孩子是吧 用的都是免费版的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盗版的 所以呢 它就会出现这个东西 那么我从桌面上我找到 找一下 找一下它的那个训练号 这个训练号呢 大家在下在进行软件下载的时候 那么网上也也找一大片 哎呀 还说这个没有 好 这就麻烦了 我要找你找一个 这就麻烦了 嗯 嗯 真的吗呢 再随便选一个吧 好 嗯 这样我们就打开了我们的这个聚目微卫 找到桌面的刚才那个网页 把它打开 大家看到我刚才所打的这个这个厚度网呢 现在就出现在这个区了 同时我们这个区呢 它也变成了一个空白的部分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的这个背景的这些东西啊 那么它就没有了 如果你把它设为这个图片的话 那我们等一下再进行输出的时候 那么它会 它就会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片了是吧 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图片了 那么这样的话 就不不利于我们在布局的时候进行观察 因为我们会 一般的是会应用我们的这个 聚目微在查看的时候 我们会 这个它里面会有一个选项 叫做跟踪图像 那么我们可以再入一个 我们刚才那个网页 再入我们刚才那个网页 那么我们在进行布局的时候 我们可以随时把那个原网页给雕出来 查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布出来的 布局出来的这个东西 跟我们原来的这个有什么差别 从来进行改进 那么由于大家有可能有些 有些朋友们 他没有学过那个 那么我就不多讲 那么我就不多讲 我就不多讲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使用方法了 为了解决时间 我不多讲 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这个选项 啊 这电脑运行 不给力 然后我再 好 我选择无头像 那么下面这个尺寸呢 也就是设置我们这个 宽度高度的 这个意思很容易理解 这个是设置我们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XY 也就是我们的做标是吧 这是我们的位置 那么这个是W 也就是YS W-I-T-H YS 因为但是YS 也就是宽度的意思 那么HIT 这个就是HIT H-E-R-G-H-T 也就是我们的宽度的意思 那么我也 也就是设置它的宽度和高度 不多讲 好下面是切片背景类型 我们可以通过选择一个颜色 来试据它的背景 那么一般我们 主要是在我们的图像的时候 一般我们 一般我们不怎么用好 我也不多讲了 一般也不会用 下面我们再讲另外一个 叫做图像 图像第一个是名声 这个名声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文件的名称 名称 叫做网页03 不是 我们刚才那个切片的名称 是吧 网页 然后它是第三个 它的需要是3 那么它就是03 网页03 那当然你也可以 单独进 对它进行命名 单独进行命名 这样的话便于我们进行寻找 比如说 哪个命名为这个文本 确定一下 那么我们在查找的时候 就可以找到文本 那么 这个一般你也没必要 对它进行 这个单独的设定 那么 就没必要了 啊 我们是文本 那么我们在进行输出的时候 它的那个gpg 我们因为我们输出的时候 一般都是为一个图片的文件 是吧 那么它图片的文件名呢 它就会变为这个 那么url url是什么意思 url 就是 我们所谓的链接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链接 链接名称 啊 因为我们在进行网约布局的时候 我们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gmove 它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 那么它这个链接 就是我们的这个url 如果我在这里面输入一个一个网址 比如说 我输入h http 然后 3w.holden.com 那么 我输入一个网址 当我点确定的时候 那么到时候 它这个这个区域它的链接呢 就是这个了 那么目标呢 目标是什么东西呢 目标就是我们的框架目标 也就是我们目标框架的名称 最先就是设置我们目标框架的名称 那么 什么是框架 我们有 我们的军文微卫里面呢 就有框架 比如说这个 这个框架 有些朋友他没有 没有学过的军文微卫 我就不多讲 学过的朋友呢 那么我说这个是框架的名称 那么 那你也明白了 那我也不多讲 啊信息文本 信息文本呢 就是跟就是一些提示文本啊 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些文字 那么 他在 啊 输入一些文字 那么我们在 把它编辑成文 编辑成网页 然后我们在 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打开的时候 那么我们 在当我们的鼠标移动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这个提示文字 那么这个L L的标志呢 L的标志 就是我们的这个 啊 这个 啊 这个 啊 我们的一般某个图片的话 那么如果有个图片的话 啊 如果有个图片的话 那么他会出现这个L也就是替换的意思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输入一些提示一些东西 那么比如说我啊 还是刚才那个啊 学过的同学学过的朋友 那么我说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意思 大家都都明白 如果没学过的 啊 的朋友呢 那么我说你啊也听不明白 那么我 我也不详细讲啊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提示提示性的文字而已 那么我们如果在这里面输入的话 那么我保存之后 输出之后 那么它也会出现 在我们显影的位置啊 在我们的显影的图片里面 它的这个也会出现 好 不多讲 那么下面这个跟上面的是一个也不讲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 也不讲了 因为我们这个切片的内容实在实在是比较多 那么为了解决时间我就不多讲 好 现在基本的这个切片的内容呢 我就讲完了 基本的内容讲完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啊 如果我啊 在录完之后 我如果发现某一块区 某一块支持点 如果出现了遗漏的话 那么我会在以后的课程里面啊 给大家补上 好 我们来下面呢 我们来进行讲解一下 怎样进行啊 进行输出保存 输出的话你可以 比如说我现在多啊 我多裁剪几块吧 随便啊 我就随便裁剪了 然后我们在输出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 通过我们的文件 下面的存储web或者 或者是web和设备所用格式 啊我们点一下 就会出来一个对话框 我们在对话框里面 对啊 这些切片进行具体的设定 啊现在我们这个 我们看到 如果是原格的话 那么它就是没有啊 经过我们的优化 也就是没有经过我们这些 这些属性的优化 啊这个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颜色变化啊 这个是一个很很清晰的一个图片 那么我点U画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图片了 因为我们在进行设置的 数值的这些属性 这些属性设定的时候 就把它设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 图片的一个 一个颜色 好我们先一一一一线一线的来看 首先看这个啊 这个就是一个拖动的 我们可以对它进窗口进拖动 这个很容易理解 然后这个呢 就是对我们的切片进行选择 你按照切片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多个 从而单独对我们的 单独的对 单独对我们所选出来的这些切片 单独的进行属性的设定 好下面这个放大镜呢 顾名思义就是对它就放大 当我们按照L键的时候 它就是缩小 然后这个吸管工程呢 就是用来吸取颜色的 好下面这个呢 下面这个就是对我们的 这个自动切片进行隐藏的 我先自 嗯 对我们的切片进行隐藏的 这样我们可以观察 观察圆图 对我们的切片进行隐藏 啊 这些功能大家可以自己试试一下 这的话它到底是个什么作用呢 大家可以 啊 自己可以 更好的体会到 那么这里呢 我们通过点这个颜色这个缩缆图点下 那么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啊 十色器 我们就可以自己设定一个颜色 可以自己选取颜色 这个十色器我们也 啊 在前面也讲解了 那我们就不进行讲解了 不进行讲解了 一般的这个 我们也 应用的也不是很多 这个啊 这些案例我们用的 不是很多 根据自己的需要吧 来选取我们的功能 好 点优化 那么它就会应用于这些设置好的属性 对我们的这个原稿 这个图片 进行一些优化 就是颜色啊 大小啊 透明度啊 啊 这些操作 然后双脸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我们的这个原稿 跟我们现在进行优化的 进行优化过的啊 这个图像进行对比 把它们都列出来 这样方便于我们进行对比 那么四年呢 就是 列出四个 这个是我们的原稿 这是 哎呀 这是经过第一次啊 优化的 优化的那个图像 这个是 经过第二次优化 也就是在原来的这个 基础上 我再应用一次 我这个优化 那么再再优化一次呢 那么明显它的效果就会更 更明显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 图我们的颜色 也跟我们的原稿呢 就会 它的出入也就更大啊 这个就是 再第三次进行优化的 这么一个图像了 也就是 给我们搞出这个 啊 双脸四年呢 也就是为了方便我们 进行效果的查看 与原稿进行对比 便去查看 哦 我们选择优化这一项 啊 选择双脸 我们再来讲 这右边的这些意思 这些右边 把区别写签出来 第一个就是预设 预设 预设 下面有这个反射 反射无反射 然后还有GPG 和GIF GIF呢 GIF和GPG 就是我们的图片的一种格式 啊 一种格式 具体的这个类型呢 啊 我现在不讲 因为它 具体的 它们每个类型的区别呢 大家可以通过百度一下 也可以知道 然后一般都是这个PNG GPG 常见的 常见的几种图片格式 PNG 还有GPG 还有GIF 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会啊 对它们进行简介 然后我选这个反射 大家看到 它的颜色是发生了变化的 那么不同的啊 反射呢 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这个反射的数值越大的话 那么它的颜色就越丰富 如果选的过低的话 大家看到 啊 选的过低的话 比如说我刚才这个32 它 它上面就会出现一些噪点 那么噪点呢 啊 比如说这些 这些噪点 出现噪点的话 那么我们 也就是说这个区域 它的颜色根本就没法 没办法出来了 没办法显现出来了 好 我来讲讲什么叫仿色 仿色就是 模拟出我们的这个自算机系统 无法提供的一些颜色方法 啊 模拟出我们自算机系统 无法提供的一些颜色颜色方法 一些颜色显现方法 一些颜色显现方法 到底什么意思呢 啊 大家也没必要去深究 反正它就是 啊 将我们自算机一些无法显现出来的颜色 给它模拟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网页打开的时候 我们的图片的颜色就能够正常的输出 好 GIF 啊 刚才说了这个数字越大的话 啊 数字越大了 那么它的颜色就会丰富 那么它的区域 它就会不会出现很多的噪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区域的颜色就可以显现出来 那么 我们下面这些我也是挑重点讲了 这是图片格式 GIF GPG PNG8 8位呢 8位颜色 8位颜色 这是24位颜色 这个我们一般都是存储为GIF 那么也不讲了 这边损耗 损耗顾名司令呢 它的提示也说得比较清楚了 控制GIF在压缩中允许的这个损耗量 什么就是什么是损耗量 损耗量就是我们的颜色信息的 这个丢的删除量 也可以说是丢弃量 当我们对它这个图片进行压缩的时候 啊 因为我们要存储为 因为我们的这个圆图 它的这个GIF GPG 圆图的那么它的图片大小呢 是很大的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区域 大家看到圆稿是2点 这个2点0亩兆 如果我对它进行优化之后 那么就是4.46K 这样的话 那我们在进行 啊 我们在用我浏览器进行下载的时候 那么它速度会大为提高 你要成为一个2点05招的 那么 那它的速度 啊 所说所需要的时间呢 是比较可观的 那么我如果我们用GIF格式 啊 这样进行一些操作 对它进行优化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丢去一些 丢去一些颜色信息 那么我们 也就是我们的损耗 如果我们的损耗越大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颜色信息就越 啊就越少 那么我们图片细节呢 就越不丰富 就越不丰富 我们的这个湿增度就越高 所以呢 我们这个损耗的 我们这个损耗值呢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设定 啊 这个我们一般也没必要去设定 所有图文本图层 所有实量形状图层 也就是我们所应用的这个区域 那么一般呢 啊 不 我们在进行这个 进行切片的这个优化 然后进行存储的时候 我们一般也不设定 那么我也不讲 下面颜色 我们可以通过选择颜色的这个数值 从而改变我们的颜色细节 颜色的数量 从而可以很好的很直观的改变我们的这个颜色的多少 从而改变我们的这个它的细节丰富程度 大家看到在这个颜色列表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观察到 当我选择256的时候 看颜色的这个颜色是比较丰富的 选128讲少了 然后选8的话 颜色就非常的非常的单调了 那么我们这个图片的 也现在也变得比较模糊了 那么数据越大的话呢 我们就颜色越多 也就是我们的图片就越 世界越多 世界越丰富 也就是图片越清晰 当然了 这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 它的文件大选呢 图片文件大选呢 那么它也是大了 鱼和熊掌不能见得 那么有所得必有所失 大家适度选择 适度设置我们的数值就可以了 反色我们刚才也解释了什么是反色 那么你把它调大一些的话 那么它模糊出来这个颜色就多一些 一般呢也是刚才也说了 湿度湿度也好 过多过大过小 那么都不好 一般我们用默认的表 去改它也可以 好 这个扩散一般不设定 那么也没没多大的这个必要呢 我也不减了 如果大家要具体了解的话 可以通过其他的图景 比如说百度一下 然后这个透明度 还有这个杂边 这个无透明度仿色 那么这个我 这个交错啊 这个web靠色啊 一般也不是很重要 那么我也不进行前期的讲解 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大家想知道具体的话 可以百度一下 也可以我们具体再设置一些数值 然后我们根据设置墙后的这个图片效果呢 也可以观察一下 由于它不怎么重要 那么我就不讲了 希望大家能够连接一下 因为因为我时间是有限的 现在我刚才已经讲了 接近一个多小时了 好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 选定一个这个切片 然后点击右键 这个时候我们也出现了一些选项 第一个选项就是浏览反射 点击一下 看它就是一个反射效果 然后下面隐藏自动切片 如果点下 那么我的自动切片呢 就出来了 我点隐藏自动切片 那么自动切片就隐藏了 我们我们一般是将它进行隐藏 这的话方便于我们观察 这是一些颜色的 颜色的这个设定 那么不是很重要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选定下面的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呢 大家通过字面 意思也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到 就是在各种啊 这个条件下 它的下载速度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设定 那么一般我们也使用默认的 没必要对它进行设定 那么这个就是更改我们的这个预览大小 一般也是百分之百的 也就是按照圆图啊 进行预浪 下面这个意思呢很容易理解 啊 这个不多点了 我们现在来再来讲解一下这个颜色表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区域 选择这个区域 选择这个区域 比如说我在 那么这个是十六位啊 十六个 我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也就是说它总共有十六个颜色 十六种颜色 啊 总共有十六种颜色 然后它这个 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当几个颜色 我再点一下啊 我把光标放上面的时候 它把它也出现了一些提示 将选中的颜色映射为透明 比如说当我点击一下 大家看到 这个我选中的那个颜色 它就变为了透明了 也就它就不显现了 也就它不会显现出来了 好 这就是它的意思 那么 呃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应用呢 啊 什么时候应用呢 嗯 比如说我这这块 我 我不想把它 呃 把它颜色显现出来 或者说我要做一些 呃 很特别的效果的时候 比如说我下面 可能我要出现一些 另外一些东西 那么 我下面还想出现一些东西的话 那么 我就把它是否透明 这样就可以看到 那么 根据我们具体情况来定了 一般呢 我们也不 不把它是否透明 然后这个呢 大家应该看到眼熟 看着眼熟吧 比如说我把我们的熟细器打开 啊 我在点一个颜色的时候 我点颜色的时候大家还看到 这一个出现了一个 出现了一个 我们这个一样的 这 这么一个小的巨型 啊 小的一个 一个 一个柱体 一个 净化型的柱体 那么它的意思呢 我们在前面的 可以讲的 它就是 啊 把它视为一个安全的web 那么 什么是安全的web 也就是说 我们点击一下 啊 假如我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这个颜色 它 这个 啊 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web 安全颜色区域的话 那么我可以点一下 那么我们的系统会自动 把我们在web安全颜色区域里面 找出一个跟它很接近的 跟它很接近的一个颜色 进行替换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 啊 网页布局出来 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上 啊 在进行显示的时候 就可以正常的输出了 那么 因为我们在一般的 我们是 啊 这个面板的作用就是把它 成为web 所以一般的话 啊 一般的话 那么它也不会 可以超出我们的这个web安全颜色的这个方位 然后这个是锁定的意思 锁定的话 那么你选取一个颜色 选取一个颜色 不要进行锁定的话 那么你就不能跟它进行操作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提示 静止被放入 好 一般我们也不会应用 是吧 一般的颜色也不会 进行这样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调节 啊 因为没必要 所以我也不多讲了 下面是新件 看它的提示 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对它更改 新件呢 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图片 那么我 啊 大家从这个效果图也看出来 它是个质量的效果了 新件的话 那么就是 对它啊 把颜色进行替换也 那么 那么 它从一个小区形框呢 画了一个条 画了一条斜线 那么上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原来的颜色 那么下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新啊 设定的一个颜色 也就是我们用了 也就是我们用了替换的颜色 那么上面呢 就是被替换的颜色 这个很容易理解 我不多讲 那么这个这个拉子桶呢 也就是删除的意思 我们选 选 选另一个图标 按下 那么我们选中一个颜色 按下 那么它就被删除了 那我们这个区域里面 切片里面呢 就没有这个颜色出现了 比如说我们原来是16是吧 现在是14 我再选择一个 我三组 那么颜色种类啊 只有13个了 下面是一个这个这个操作 步骤的播放 那么啊 主要是应于我们的一些简单的动画制作 那么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里面 再进行显示的讲解了 那么我们这样设定好之后 达到如果达到我们的所需要的效果的话 那么我们点这个存储 然后选择一个位置 那么它就会自动帮我们生成一个HTML 网页文件 然后再生成一个文件加images 将我们的切片 以我们所设定的这个图片格式进行存储 比如我设为GIF 那么存储的时候 我的图片的这个格式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后续名是GIF 如果你设为GPG呢 它就是GPG 你设为PNG就是PNG 好 那么今天我们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剪的内容 啊 内容比较多 如果大家在观看的时候 觉得太多的话 可以分开两次进行观看 啊 这个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在进行下载的时候 速度会慢一些 啊 希望大家能够练节一下 我们主要 今天主要是剪的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的啊 裁剪工具 裁剪工具 比较简单 就是从我们的图片里面 裁剪出我们所需要的 从一个图片里面 裁剪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区域 然后 然后我们也对它进行一些操作 啊 一些具体的设置呢 我前面也简直比较显细 那我就不 简直比较显细 那么我们的切片工具呢 切片工具由于它的内容比较多 啊 那么我们啊 大家在看的时候要 啊 如果一次看的 看一次的话 可能会掌握的不好 那么我们就 那么你可以多看几次 好 今天的简单时间也比较多 啊 希望大家啊 能够练节一下 好 啊 观看更多的视频 欢迎欢迎登陆后盾网论坛 bbs.houghton.com 再见 收看高清版 请登陆后盾网论坛下载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www.houghton.com